歡迎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們剛剛在廣告的時候在那邊聊 從以前的情史看來 他的這個吳宗憲的女人緣真的很好 但是男人緣或者是同性的緣 有沒有這麼好 為什麼他出事情 不管是不是像玉琳兄講 他在大陸其實OK 在台灣我們看到就是出了一堆問題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 他昔日子弟兵J 現在也是億萬富豪 怎麼都不會幫他一下 周杰倫都借魏德勝拍賽的各巴來錢 是不是他好像對人很大方的同事 為什麼光是師父紓困一下呢 其實你看周杰倫真的是受到吳宗憲青睞 Jackie Show裡面被發掘有音樂才華 然後到了埃爾發唱片公司 當然周杰倫必須來講 他其實吳宗憲對他磨練非常大 早期在公司裡面就是寫歌 每天就是寫也寫 可是被退掉很多件 因為吳宗憲一直在磨他 磨他一直到他把他一炮而紅 成為一個大歌星 但是剛講了三億元埃爾發賣掉 當時賣掉還有溫蘭一起賣掉的 那個時候其實對歌手來講 為什麼我覺得周杰倫為什麼會有心結 雖然這是他的師父發覺他的博樂 可是你知道很多歌手在轉賣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因為很多歌手一被轉賣唱片公司的時候 演藝世界一落千丈 包括林曉培啊什麼的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後來當然周杰倫轉賣過去 新東家非常好 而且培養了他自己又成為唱片公司了 可是當初他真的不知道 我被轉賣過去的時候 我的前途是怎麼樣的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生父要把我去賣給一個養父 他會不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種下的那種情感是我們外面不能曉得的 但是以現在吳宗憲落難來看 其實他跟周杰倫的關係是沒有這麼的 就感覺上這個師徒 昔日的這種博樂跟千里馬 或者是這種師徒關係 並沒有在這個時候發揮到一個 可以去幫他救急 或可以幫助他的一個一個一個狀況 不過玉琳兄不是只有 我們不是光講周杰倫而已啊 他演藝圈這麼多 他應該有他大哥級的人物 應該那麼多的朋友 現在是大家怎樣 照也跟他播了 都沒有人要去幫他嗎 憲哥的那個金額真的只有那種企業的 企業的企業主才有那個能耐 因為他的 他不是你如果說30萬50萬 甚至於像康康講的說200萬 康康說如果200萬他可以借 因為憲哥開口不是這種的 你200萬給他那杯水車薪嘛 吃頓飯 因為他要的就是兩三千萬啊 甚至於上億的 所以很多演藝人員是很想幫助他 但是實在是利有未代 沒有那個能力 那個傑倫的問題 剛剛邁哥講的是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也是 憲哥在借錢很古怪喔 他是先輸後欽 先找輸遠的 因為為什麼什麼心態你知道嗎 還是來自於他太愛面子了 他以前是我們的金主耶 憲哥有沒有50萬 好玉琳沒問題 明天就會給你 他以前是這種角色的人 所以一旦他財務出問題的時候呢 他怎麼好意思去跟大家開口 所以他就去找那種民間的融資機構 他天真的認為說 他認為說民間的人 因為不認識 不熟 會幫他保密 民間的金融機構 確實有時候也會幫人家保密 是真的喔 因為 不然我每次跟你借錢 你都給我講到處知道誰敢跟你借 但是呢 他錯過一點 民間確實會保密 沒有錯 可是因為你是憲哥 民間 中憲 吳中憲 他睡覺的時候 他會忍不住那個喜悅 因為很尊榮 因為天王跟我借錢 他會跟老婆 老婆 他跟我借兩千萬 吳中憲給你借兩千萬喔 去菜市場的時候 又跟人家講 所以吳中憲借錢的事情 從南傳到北 不是從北傳到南喔 是先從南部 因為他先早遠的地方嘛 這整個從南傳到北 然後終於 撒空了 後來我也是 我還親口問他說 好怪喔 憲哥 你為什麼不跟周杰倫借 他說太晚了 你也親口問他了 如果是一開始 一開始就跟他借的話 應該借得到 上一億都不是問題 可是呢 後來整個事情都撒空了 都撒空了 那人家心態是這樣子嘛 唉唷 你要跟我借你 會不會沒有能力還我 就會有這種憂慮了 我說 那你跟他開口過嗎 他說開口啊 有開口過 他跟周杰倫開過口 然後周杰倫說 憲哥 你不早點講 因為我現在這個錢 都是我媽媽在管 然後我聽媽媽的話 要問我媽 那我就跟憲哥講說 憲哥 那打電話給他媽 我要是你的話 就打電話給他媽 怎麼樣 怎麼樣 我是傑倫的師父 有問題嗎 那憲哥就苦笑說 玉琳 那是你嘛 我們不能為老不尊啊 你叫我去幹這種事情 怎麼樣怎麼樣 幼稚嘛 所以呢 這個念頭他就打消了 那當然 後來因為有別的貴人出現 其實 秦強欲 有一段時間也算是他貴人的角色 就是這個貴人 然後他資金 抑注 然後他把他的資產 好那這抵押給你 這抵押給你 所以才 我說真正的最高少是去年 今年反而都在上後 在收尾的 不過呢 憲哥剛剛你有提到這個 瘋哥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叫青蛙王子 他之前也是大哥級 也是刺詐風雲 他算是吳宗憲的前輩級了吧 應該是我們小時候的那種 後來也曾經是碰到大問題 因為我看過一個新聞說什麼 他上通告拿個五千塊錢的通告費 會手會發抖 我想說你應該見過的那種零 比五千後面多好多個零吧 人家青蛙王子在紅的時候 你這個蝌蚪憲哥在哪裡啊 對不對 所以呢高齡峰大哥 當時我們先不管他的 離開這個議談的原因是什麼 不管是因為他電視台跳槽 他要挺他前妻什麼的 我們先不管這個原因 總之你離開了 那離開你要做什麼呢 他就覺得他什麼都能做啊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當自己 在當藝人的時候就是大哥嘛 代表他什麼 他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能力 所以他已經演繹自己自己當大哥 他想要去當企業界的大哥 所以他就投資了很多 一樣跟我們剛剛這個 憲哥的圖卡一樣 洋洋灑灑 有餐廳啊 有PUB啦 有夜店啊 還有什麼特種行業都有 甚至乾脆去選明代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如果高齡峰大哥 當初都把這些錢拿去買 在東區買這個不動產的話 那應該可以成為一個什麼叫 臨峰風化區 就是 對 就是他的區 然後他又喜歡搞風化 就臨峰風化區 可是沒有 好啦 其實這東西全部一一都倒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想辦法問一件事情 那既然他都倒 為什麼他還要繼續開 我跟各位講 就像我們剛運輸所說的 這是面子問題啊 奇怪 以前我在議談 那個哥哥談事大哥 我現在來開 開一間就倒 我怎麼可能讓你知道 我待會兒至少再開第二間 第三間 第四間 什麼時候才會讓你知道呢 已經撐不下去的時候 就是兵敗如山倒的時候 撐不下去的時候 真的 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回到什麼 你終究還是得回你的老本行 所以我才講說在哪裡地道 全然不要在那裡爬起來 要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爬起來 好 重新錄影 還是模仿秀或什麼啦 他講 他第一份通告費拿到的時候 就是擴別這麼久之後 他終於回到這個領域 拿到通告費是五千塊 他手會發抖 手會發抖 你要知道他以前是 只有薩董仔的時候才會發抖 因為他一夜可以輸到七百萬 他發抖 然後這筆錢他第一次拿去做什麼呢 買尿布 因為他跟金融莊在一起嘛 對不對 好心酸喔 好 那就像我們剛剛 麥哥所說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要幫助你高齡峰 怎麼可能幫助你高齡峰嘛 第一個 周杰倫為什麼不幫 要幫外德聖 塞德克巴萊 而不幫你這個憲哥 因為那個是塞德克巴萊 那叫投資嘛 你是戴賽嘛 你這個叫什麼 你要投核資金 我幹嘛要把錢放在你身上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高齡峰大哥那時候 也沒有人願意幫助他 最後回到這個老闆行 好 金友莊願意幫助他 他的錢金 願意幫助他 他曾經是跟金友莊的父親 尤其是他前岳父借過錢 可是呢 金友莊他的想法就是說 你高大哥好像後來現在又不錯了 可是你不錯之後 你好像又忘記了你曾經跌倒過 然後呢 可能一些主導欲望太強了 所以金友莊就 就沒有辦法忍受他這一點 所以金友莊就跟他分開 這是這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不過前陣子 我們不是看新聞講那個什麼徐亨啊 不是經營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那個叫什麼 聚亨 聚亨娛樂網 結果就倒了 自己本行的東西自己還是倒 你說他打電話給你 那時候也是已經兵敗如山倒之後 我問你嘛 你看不管是憲哥也好 還是徐亨也好 他們是不是都是突然讓你聽到說 哎呦 怎麼變這樣子 可是這種事情不可能 不可能沒有前因後果嘛 怎麼之前都沒有聽到風聲 很簡單 因為他在撐 好啦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有一次要出一個庭一個官司 那他覺得可能有些東西問我會比較清楚 那時候我人在澳門 結果他打電話問我 哇 你這麼清楚 在澳門他都要追過去 我說這電話費有點貴啦 我說回去再講 結果還是講了一個多小時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急 他很急 他就後來問這些東西 在裡頭 我只講個重點 裡頭有扯到幾萬塊的一個東西 這幾萬塊的東西他都很在意 那這代表什麼 真是山窮水盡啊 真的 幾萬塊的話 因為通常演藝圈 你看他這個 憲哥撿個彩是八萬塊美金 不過呢 這個他們不管是在高潮低潮的 在經過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演藝圈的人應該是更可以感到 什麼人在人情在啊 什麼人情冷暖那些的 我們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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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